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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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上裁判》张铁钢 比赛现在开始 《场上裁判》张铁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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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t 是 各位如果说熟悉篮球或者足球的朋友估计觉得这是两个中锋站在台上 我们看目前为止彼得表现的是自己的技术相对全面 全腿都有 而相对他的对手 敦内吉来自苏里南的选手拳法相对打得多一些 对 漂亮 而且其实从敦内吉阿梅娜的肌肉维度上就能看出来 他的上身 肌肉的强度明显是强于腿部的肌肉强度 是的 后摆拳 在这种巨兽之战的比赛只要有一个机会输出重击 基本上就可以终结这场比赛了 因为我们的人的身材 包括肌肉维度是可以随着体型增加的 但是脖子的抗击打能力 心脏的博血能力是不可能根据人的身材的长大 还是几何增长的 所以说在这样的比赛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两个选手 如果说一旦对对方输出重拳 所以说就很难再继续坚持 是 两个人在年龄上也是来自苏里南的选手 要比对方小七岁 是 97年的选手 彼得罗万科维奇90年的选手 我们觉得可能已经很年轻了 阿梅娜更年轻 就是7年的 苏里南可能很多观众不知道这个地方是来自于南美的 是 前刺 在巨兽之战里边可能有一些的试探呢 就被双方有意的去掉了 对 因为大多数的隔靴搔痒没有意义 对 相对白俄罗斯的罗万科维奇目前表现的是典型的这种俄式的泰拳或者欧式泰拳的这样风格 对 希望以更多的下肢的运动来增加自己的打击的力量 是 虽然那个比特罗万科维奇升高1米95 但是呢他在这个整个身体灵活性上还是不错的 对 这是最恐怖的一件事情 对 就是对方力量比你好那么多 是 然后又有劲儿 而且他又很灵活 你又很难抓得住他 这个就很难办 啊 这也是为什么在搏击这个项目里边 重量级永远是代表这个项目或者这个联盟最大的特色和最好强的实力的 是 因为他们是集力量速度效率一深的 是的 啊 这场巨兽之战第一回合已经引起了观众的兴趣啊 是 现场的观众对这场比赛的也是武林峰的一个进化 对 我们在之前中外对抗的时候我们会获得大量的眼球 嗯 而这场比赛是呃 可以说是外国对外国的一场比赛 对 依然是获得了我们观众的认可和鼓掌 是 因为两位选手上来之后第一回合 打的确实就是非常精彩 没错 特别是武林峰的十几年的观众培养的也让我们的观众 第二回合这对方老师让两个人站的双恐怖啊 前四 对方缓了一后白 第一扫 第一扫 哦 头一回见他苏里男的选手出腿啊 是 后白 摇臂 点部的顶锡这专门刻摇臂型的选手这个方式 是 应该说呢比的罗曼科维奇 哇 后手摆拳 后手四拳 其实呃 罗曼科维奇的拳法还是不错的 对 但自己不太想要这个连续的用拳法来进攻 是 因为每个选手可能有自己的习惯性的方式和节奏 对 但是其实我感觉这个罗曼科维奇他的这个变化呢 还是有的 刚才呢这个阿弥娜在这个摇臂的时候 那马上就跟着就是后面的这个垫步顶锡 对 应该说呢兵来降挡啊 感觉他的战术上还是有变化 让你控不进来 对 摇臂型的选手都是用自己的身法的迷惑对方 然后进到那位以后用这个重拳来施衣打击 特别在第一回合我们可以看到 阿贝纳来自苏里南的这个选手 这个第一位的打斧啊也是非常强悍的 是 所以有机会的话希望哥们我们能有机会来到现场来看比赛 对 啊虽然现场没有我们的解说 但现场真的可以体会到这种 这个100公斤的选手的压迫能力 这个是属于你看2D和看3D的感觉 没错 童谣老师总结的好 所以说呢各位也可以来这个关注一下 在2017年的元宇十三号和十四号连续两天搏击狂欢盛宴的 期待着各位到现场来迟迟我们的武林龙中队的年终总决赛和我们武林峰的 是 WF全球功夫胜典 全球功夫胜典 全球功夫胜典已经办了好多期 是 肯定我们的武林峰的中世本思会 哦 后手拳 又一次 哦 笑量 图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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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会不会能不能坚持 哦 罗曼科威奇马上恢复过来 是 但我相信不会那么容易的 因为他是先被中击了一次没有倒又被中 对 实际上是两次的叠加 没错 产生了这次的效果 是的 漂亮 又一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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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罗曼科威奇想打反击 这也是拳手有经验的表现 对 这个时候如果他防 会被对方打得更惨 好 好 这会儿 杜内奇阿贝娜找到了节奏 我觉得阿贝娜要找机会终结罗曼科威奇 我们看罗曼科威奇 这个防守拳的报价已经放下来了 今天有几次已经松了 时间可能会让罗曼科威奇有一个缓息的机会 对 还有十秒钟 还好 还好 比特罗曼科威奇这个后面还有时间 那这样的一场比赛独了一个八秒 对 现在的优势就在这个阿吉那里面 这个天平就已经歪过去了 是的 对罗曼科威奇 或者在全场局面的压制 才有可能把这场比赛的局面拉回来 来我们看刚才这回合的重放 哦 就这一下看到了 正中整个面部的这个下半那个位置啊 在这个比赛里面就是这样 它 worth it 一拳 一拳 第二拳 第三回合了我们看看这一回合当中彼得罗曼科威奇呢 是不是要这个为自己哪扳回一局 这个时候就需要放开自己的包袱 已经被独立了墙疤 自己如果不猛冲的话是不太容易赢的 平息扫踢 上钩 平钩 低扫 确实像我老是说到的 确实上来之后确实是猛冲猛打 后手的姬佛 现在他想要做的就是要顺尽快的给对方一个效果 对 整个把整个的位移已经压上去了 对 作为苏里南的选手 这时候要注重自己的防守 同时要找机会 因为对方猛冲的时候一定会有漏洞的 对 因为在身高上的比特罗曼科威奇是1米95 而阿维纳的是1米90 所以说他还是有优势的 身高的优势在位置上形成这样压迫的状态 说这话我觉得真的是有5公分的身高劣势 但是可以说他们的基准水平是1米90 对 这也太恐怖了 站在他们身边的是正常身高的张铁钢老师 我们再次重申 正常身高没错 确实两位选手的这个身体快速 觉得很大 电线踢 我们在这个铁钢老师上去之前呢 我们还说这么大的两个选手 铁钢老师怎么分开呢 然后我们旁边的裁判团队老师给我们解释 是铁钢老师的质量密度比较好 我们靠的是裁判执法的权威 没错 罗兰科维奇的体能下来 刚才的一轮猛冲以后 确实很耗体力 是 扁一个线 低扫 砍一下意义不大了 在第三回合连续打击对方一个摇变 上高 斜上高 平高 应该说我能看出来这个彼得罗曼科维奇体能消化是很大的 在防守 我觉得报价上有时候都有一些松散了 跳膝 这个时候再做跳膝 意义不大了 低扫 包括跳膝这种累积性的伤害 是 不太容易造成瞬间的杀伤 你看 杜奈基阿贝纳确实看起来还很轻松 整个的体能表现很好 眼神也很稳定 达夫 后手 低扫 我们看到苏里南的这位选手 除了他们本国的选手跟 本国的教练跟着以外 还有一位荷兰的教练也跟在旁边 来自于波及王国的荷兰 目前看起来 就是这位选手的拳法是 高精于自己的推法 对 因为从整个的比赛中 很少见他使用腿法的进攻 在这场比赛中 我们可以看到 杜奈基阿贝纳拿到了一个强八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他会拿到这场比赛的优胜 而罗曼科维奇在这场比赛的表现 整体性非常的不错 缺乏的 有一次虚误给对方占到了一个大便宜 我们来看一下比赛的慢放 低位达夫 看起来这些拳都是轻飘飘的 是 或者说没有那么大的力量 但实际上 这个得益于两位选手的 这个优秀的训练的基础 对 比赛结果 一号裁判 29比27 二号裁判 29比27 三号裁判 29比27 比赛结果 红方胜 The winner 在 the corner 祝贺红方 Yes I clearly won the fight I already fought them before once I lost by decision I will clearly No doubt about it I took this match You will see now the match Or you will go I go back Relax Take a little drink Make it ready for the next fight 稍后登场的是 100公斤以上级别 宋李源 对加尔奇诺 65公斤级 苗飞 对客提拆 68公斤级 杨卓 对合计光春 武林峰 精彩继续 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河南电视台 八号演播厅 河南卫视正在为您奉献 武林峰 环球拳王争霸赛 郑州战的比赛 接下来将为您呈现的是一场 WIF 100以上公斤级 洲际金腰带 四人战的第二场比赛 首先为大家请出的是 蓝方选手 今年28岁 身高1米88 战绩16胜4负 有请来自苏里南的加尔奇诺 从西南的加尔奇诺 60 wins and for loses 我给你 Herry Zero 红方选手今年32岁 身高1米98 战绩23胜2负 掌声有请来自中国的苏林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场上裁判马涛 比赛现在开始 观众们 您现在看到的这场比赛是WF100公斤级以上的周期经销带的四神战 这场比赛中国选手宋灵源对阵来自苏利南的加尔齐诺 刚才的四神战的第一站的东西加贝纳来自苏利南的选手已经拿下了比赛 这一场他的同胞加尔齐诺看能不能战胜中国的选手 而这也是我们100公斤级里面唯一的一个中国级的选手 两个选手真是应该用尖宽背后绑炸妖元来形容 上来以后压迫感非常的强 但是两个选手的年龄 一个是84年的 一个是88年的 看我们的身体的素质的分配和体能分配 尤其是加尔齐诺 看起来实在是不像个80后 但是他其实是88年的选手 中国的选手宋灵源的这个身高已经达到了恐怖的1米98 没错 其实这个加尔齐诺也很高了 1米88 在这个起平线里边呢 我们很难说这个选手到底高还是不高 是 因为作为正常的身材标准来看 这些人都是 已经很高了 巨大巨大 进击的巨人 是 宋灵源 84年的选手 连续的摆拳 刚才也说到1米98的身高23胜两负 加尔齐诺88年的选手 身高也是1米88 16胜四负 对 这个数字很吉祥 但是相对于他前面的同胞来说 感觉这位选手的身体解析度没那么好 对 你看这1米88的身高1988年生人 四个八 这是凑了一炸的 我们看这场上能不能炸一下 宋灵源这位选手跟他的同胞前面的选手是基本上一样 拳法是主要的进攻方式 是 那宋灵源现在的需要出更多自己的有效打击 看起来 加尔齐诺的进攻更积极一些 对 宋灵源相对稳健 是 宋灵源需要有更多的有效的方式来进攻对方 因为到现在为止我们其实看到加尔齐诺在进攻方式上 包括进攻的积极性上会高一些 相对高一些 没错 好 后白 漂亮 打到下巴了 连续打到 对方反应的很快 对 直接的就爆 我真希望现在我不是在几桌台上还是站在对方教练的身后 这样我可以告诉我们的选手他要打啥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 这个尤其是包括我觉得 这个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培养 武林峰很多的这个拳迷啊 也应该大概能够看出 比如说他这个一个小动作 一个小细节 做得要怎么出招 是 达福 两达福打到 这一回合双方还是以试探为主 我觉得这个并没有出权力的 目前我们看到的是他一个整个控场的一个节奏 我们希望他有更多的有效方式 因为在中国我们知道一百公斤以上级的选手其实并不多 而且这些选手的这个输出风格相对都比较单一 我们也期待他能给我们带来一个不一样的感觉 刚才加尔其诺这连续的两次奥奥都达到 这是统立员的反击 没错 那加尔其诺其实还是很有经验 这些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苏里南这边的边角团队 唯独很大 是 中国边角团队唯独更大 我们看到台下 苏里南有一些猎切 这个千万不要被对手抓到这样的一个 刚才一轮的对攻 加尔其诺的表现不错 是 因为我就是个人感觉加尔其诺他的这个速度会更快一些 所以说宋令员要小心 虽然稳 但是呢其实另一方面呢 变成了如果变成了慢 这个事就不好办了 特别加尔其诺目前的这个爆发力 我们看也是非常恐怖的 是 我们的马涛老师警告了宋令员你不能总拢 对 我们刚才回到刚才的话题啊 宋令员下面的边角 全是跟他身材类似的 这场比赛我经常会脑补 如果一百公斤打出火花 双方边角发怒了 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情景 那将是一场巨人之战 这场比赛会正确的看到我们的擂台的局限性 是 个儿头实在太小了 这场比赛 好 要突朝后白 哦 漂亮 宋令员 这刚才呢我偷偷的瞄了一下这个 这个加尔其诺呀 这个我如果站在他身后的话呢 他的这个整个身体的宽度是我的两倍 就是合腰抱不住的感觉 对 第一扫 打斧 我们看在场上的加尔其诺 很听他场下边角的话 对 基本上每一个口令他都可以坚决的执行下去 是 因为我们正在这个场下 前面的是选手 旁边的是他们的团队 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就能很真切的感受到漂亮 啊 好 连续的刺拳 目前两个人看来都不太容易吃下对方 对 所以还是选择打更多的有效攻击 对 双方在打消耗战 中断 对方后手 加尔齐诺团队也是那种典型的 没打中一次 他们都有一次这样一个欢呼 一方面给自己的运动员鼓劲 一方面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影响裁判 对 提醒裁判 我们打中了 我们有打到 我们有打到了 现在的松林员需要的是更多的有效的进攻 对 不能退了 如果只是一位的防御球本的话 这场比赛不太容易打了 是 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 现在的情况 有效打击数还是加尔齐诺要多一些 没错要多一些 而且由于 场边有两个声音条件非常好的边角 导致我们其实在看比赛的时候 也多多少少会期待着松林员 能在第三回 又给我们带来一些自己突破性的进攻 因为前两回合的表现 松林员还是相对稳健多一些 对 好 现在是第三回合的较量了 这一回合松林员面临的课题 就是自己要增加自己的有效进攻 是 哦 后白 前后白拳 松林员 打到了对方的下巴 这场局上来最后的 开了全马力 是 这个进攻的密度大了 松林员 刚才在一轮拼拳中还占了些许优势 是 漂亮打斧 盼盼 和 穆 穆 穆 赵 那么加尔奇诺想要 采取怎么样的方式呢 刚才一开局的时候他使用了一个正灯 但是现在 苏里兰的边角一直要求他处理那个前次和地嫂的坎踢 但是感觉 加尔奇诺并没有这次听他的边角的方式 前刺 现在宋灵源需要找到一个定点出打击的一个位置 对方的反应很快 对 所以说对宋灵源来说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想要找到一个定点输出 但是对方肯定不会给你 所以说这样你就得自己创造机会了 本来是把对方顶在这个边角上 对吧 对方利用马达老师 在让双方分开的瞬间的机会 把从里面绕出来 然后进行了对宋灵源的输出 这个擂台的把控能力很好 这场100公斤以上级的比赛 相当于开放级别 也就是双方只要达到100公斤 不管你超过多少都没有关系 漂亮 达福 鸡头 左手平高 刚才的这几回合 我们觉得这个擂台这个震动幅度 远远大于其他级别的擂台震动的幅度 漂亮 前置后摆 地位达福 好像这加尔奇诺进到那个内围之后呢 宋灵源好像并没有太好的办法 没错 而且现在的表现是宋灵源是控制着整场比赛 大概的主动进攻的节奏 是 但有效打击数并没有被拉开 对 但是其实反而加尔奇诺的这个有效打击数我觉得好像还比较多一些 对还明显 对 对 11 又是 宋灵源上来以后的那个进攻表现得非常不错 但是没有持续下去 对 感觉体能有一些后续的乏力 确实刚才这个回合很明显 体能是缺失 刚才整个动作反应速率就慢了 这个我们都说过大级别的选手 由于心脏的博血能力 并没有成几何倍数的增长 所以他们更容易疲劳 这场比赛相对的表现得会更好一些 宋黎元在第二回合和第三回合 要有一些劣势 这是红蓝放 虽然逼对方到了绳脚 但是出拳并没有有效的控制对方 这是宋黎元的左手拼勾击中 我们来期待一下 最后裁判团队的判法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 28比29 2号裁判 28比29 3号裁判 27比30 比赛结果蓝放射 その中选拥有效益 0号裁判 3号裁判 3号裁判 2号裁判 2号裁判 3号裁判 4号裁判 I'm going to show the world who I am I like this organization I want to thank them for the big opportunity this time So I'm going to do my best to win this tournament and come back next time 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河南电视台8号演播听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武力风环球拳王争霸赛 郑州战的比赛 接下来将为您呈现的是 一场65公斤级的比赛 蓝方选手今年19岁 身高1米73 当前战绩32胜15负 有请来自泰国的KT泰 我给你 我给你 红防选手今年21岁 身高1米76 来自伊隆奥语俱乐部 当前战绩11胜4负 有起来自中国的苗薇 苗薇 有起来自中国的苗薇 场上裁判王心凌 比赛现在开始 好 各位观众朋友 您现在看到的这场比赛 是一场65公斤级的较量 对着双方来自中国的苗薇 对着来自泰国的客题猜 苗薇是伊隆奥语的 这一代选手里边的 一个比较好的苗子 基本功非常的好 整个的打法动作 基本功都不错 问题就是自己的打击力量 和在面对对方比较强悍的情况下 苗薇会有的时候会有不适应 苗薇刚才说 对方的这个短裤太低了 口水圈塞到脸上了 苗薇特别擅长于 跟对方猜这个 预动预判能力的这样的一场比赛 但是面对这种硬弓型的选手 或者无视你的这种干扰的情况下 苗薇有的时候会有无所适从 对 有时候呢 这个一些运动员啊 有自己的习惯 但是呢 有些习惯呢 还是要在这个随着 面对不同的对手啊 有所调整 对 揭腿 这个 已经超过一次力量发力了 是 中断 拉一下 苗薇想找一个机会进攻 苗薇一直以来的这个能力 就是他的这个 非常扎实的基本功和标准的动作 肺动作比较少 问题就是苗薇的 面对对方的这个猛冲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有问题 因为从两位选手的这个肌肉维度上来看 这位泰国选手的肌肉维度 还是明显的大一些 泰式的选手在第一回合的时候 包括三回合以内吧 基本上都是以重击 尤其注重自己的单点进攻的有效率为主的选手 而且S1的选手也是目前 啊 就是把泰拳进化成现代泰拳一个比较有力的组织 他们的大部分选手啊 已经不再打那种五回合的比赛了 前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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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从 别从 苗薇在上一场的失利 我记得是在伊隆波球二番战的时候 嗯 啊 面对的也是一位泰式的选手 就是因为无视他的这种干扰 对 提到了 这个在我们的比赛里面比较难避免 是 有时候这个因为对角度的问题啊 确实难免的有时候会这个扫到 哦 这是 我们的裁判发现苗薇被击打的其实不是当部 而是小 哦 而是腹部啊 没错 那这就是给了一次 果断的选后的独秒 这个王锡林老师还是眼光独到 很细致啊 靠手拉出来 哇 这个动作 力量很足啊 就是拉满了弦的这个攻啊 是 中断 转身的反备拳 苗薇曾经用这个方式 哦 连续的扫踢 连续的扫踢 泰式的秘技出现了 是 泰式的精髓就是他们的连续扫踢 是 又踢到了 又踢到了 后手拳 苗薇 刚才的这个脸招也是苗薇自己的 比较擅长的动作 比较擅长的动作 我们再来看 第一回合的慢进的回放 苗薇的扫踢 高端的扫踢 非常漂亮 挑踢 在第一回合呢 泰国的选手可提差的表现 是 现在双方进入第二回合 第一回合可提猜的优势还是有一些的 是 哎呦 这个真的是场地比较湿滑 这个场地确实是湿滑 因为这个科技赛身上这个水啊 确实有点太多了 我们的场地要处理一下 是 这个泰坊选手刚才在准备的时候也是 泼了过多的水啊 嗯 好 首方的比赛继续开始 好手拳塞到 苗薇把自己的速度提起来了 这样希望对方跟不上他自己的速度 是 这是一种正确的方式 好手拳 好 这个自己失去平衡了 那连续的快拳进攻 是 苗薇在提速 但是这个科技赛呢虽然慢 但是科技赛这个力量是非常足 对 高密度的进攻 会让泰拳选手有的时候是无所适从的 是 所以说现在对于这个苗薇来说呢 提高密度提高速度 对于这个方式的速度 重断 左摆拳 双方的换拳的这个质量上 太函选手的力量非常的强 对 双手固颈是不允许的 一龙就坐在场下 自己的选手在场上打 好 苗薇这会儿这个眼神啊 看起来不知道是这个体力下降了 还是这个受到这个中击比较多 稍有一点伞 没自信了 对 自己有点迷茫 不知道该怎么做 这呢 苗薇 其实苗薇不应该选择过多的搂抱 自己的这个快攻应该是自己的优势 是 刚才其实就说提高速度 对方的后手拳 这个在内围角力上 苗薇似乎不占优 不占优势 因为我们看科技猜的 她的这个力量是非常足的 来 高薇的正灯 刚才苗薇的连续进攻 好 泰国选手后手拳 哇 高位的正当 顶熙 特提拆的这个力量和打击质量很好 嗯 是 应该说这也是一个记住很好的这个选手 后手拳 右手摆拳对方顶熙 后手拳 后手拳 准动一下 后手拳 还一个 有了 有了 对方做了一个摇臂 给了苗薇一个右手拳 第二回合结束了 第二回合结束了 看来这回合双方打的这个落点都有点乱 是 互相有点这个想打乱对方节奏 然后自己也乱了 没错 表表的苗薇希望用快速来破开对方的防御 自己的落点不稳 对方希望用稳键和重击来攻击苗薇 但由于这个自己的重心把控被苗薇牵制以后呢 也没有太好的效果 好 很多人都听得到 Animation 有点赞 好 玩人活动 我应该可以不骇到 有点赞 我还没看到 想我 想我 へ 看来 便利 第三回合的较量 苗薇尝了 还是一发力登地的时候 地上有点湿滑 确实我们看那个 太阔选手身上这个水 确实有点多 连续的右手的后支拳 提速对 苗薇这么打是对的 非常棒 刚才对方的左膝 对 真有杀伤力 刚才那个扫期真的危险 刚才那个扫期真的危险 是真的危险 对 提速进去 我虽然没有看 听不懂泰芳边角的意见 但似乎他给的 他给的意见是 不管苗薇在站着还是倒地 都要用扫梯去扫他 是 这个可是够脏了 佳静背不头 这个在比赛里边 是绝对不被允许的 是 这个 如果说这个 有可能会给运营员 造成一些不可逆的损伤 是 后手拳 重一拳 又一个后手 苗薇现在基本上是在用自己的后手跟对方在对攻 是 两手鼓井 井高两次了 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呢 确实打的 这个 怎么说呢 节奏有点乱 而且意外情况也很多 但是这场比赛应该说苗薇啊 我觉得打的 很不可适 但是这场比赛应该说苗薇啊 很不可适 但是这场比赛应该说苗薇啊 还是非常有血性的一场比赛 连续的进攻 这样的后手拳 就把对方终于击倒了 我感觉应该是起不来了 是 一龙现在表演得很兴奋 兴奋 恭喜苗薇 恭喜苗薇 拿下了这场比赛 胜利这场比赛蛮艰苦的 是 我们看比赛中 这个苗薇最后连续的后手拳 终于给自己带来了明显的效果 连续两拳的叠加 一下 再来一次 第二下 直接击倒对方 没错 搞了一个很好的空档 连续的两次 现在宣布比赛欧对手 比赛结果 红方射 有请五层一龙 为获胜方颁奖 祝责条位 感谢我们的颁奖嘉宾一龙 谢谢 这次反正这次打的是很激动 因为这次可能说是正式的那种反弹为胜吧 因为在第一回的时候 我被他一个鞭腿踢插起了 所以说就有点打动有点太消极了 到第二回合 会想着 如果你要是不进攻 那肯定就是输了 如果我当时我就想着拼嘛 因为我要是不主动打 我基本上就已经输了 相信在以后的比赛中和训练中 我会展现一个另一个自我吧 稍后登场的是 100公斤以上级别 多内级阿贝纳对加尔奇诺 68公斤级杨卓对和气光春 武林峰精彩继续 好的观众朋友们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 WF100以上公斤级 周济金腰带四人战的决赛 大家已经看到了金腰带 究竟会花落谁家呢 那接下来的一场比赛呢 是在两位苏里南选手之间展开 我们首先 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蓝方选手今年28岁 身高1米88 战绩16胜4负 来自苏里南的加尔奇诺 蓝方选手今年19岁 最身高1米90 战绩10胜2负 来自苏里南的多内级阿贝纳 我们掌声欢迎两位登场 大家好 我们现在凌显还会变成功 和声音乐 情音乐 凌显 感谢队 震转 点赛 点赛 这屈 每一次都沒有 同身的體驗 1.14 2.14 2.19 2.17 2.17 1.25 2.25 这场比赛是一场WF100公斤级以上的 洲际金腰带的最终的对决 华英卫洛出现了提挡 两位选手都是来自苏黎南 我们看到现在的红方选手是多内吉阿贝纳 而蓝方选手同样也是来自苏黎南选手加尔奇诺 多北吉阿贝纳是战胜了来自白俄罗斯的彼得罗曼科威奇 而这个加尔奇诺是战胜了中国选手宋灵源 看来这个苏黎南的选手在100公斤这个水平上还是很有竞争力 两位选手呢那个吐内吉是1米90而加尔奇诺1米88 两位都是这个又高又壮 上攻拳 挺高 挺吸 100公斤级的跳吸 连续的中击 我当然了在他们这个级别里边已经没有什么轻疾了 是 现在是处于加尔奇诺是处于攻势 对 因为毕竟我们从镜头上就能明显看加尔奇诺整个的这个 快头要大一些 快头大一圈啊 因为在100公斤以上级这个级别里边只有 你只要达到100公斤这个基准线 射上是不射线的 是 所以说两位选手的这个体重上是还其实很有差距 他说这会儿呢这个加尔奇诺呢很明显压着这个吐内吉在打 相对体重更大一些 两个人的身高一个是1米90一个是1米88啊 基本上没什么差距 但是维度上感觉有五分之一的体重差 确实是啊 多内吉阿贝纳是就7年的选手啊 而加尔奇诺是88年的选手 9岁的差距 现在的表现加尔奇诺的有效进攻会多得多 但是在上场比赛中多内吉阿贝纳的拳法呢 也是给白格罗斯的选手带来的非常大的麻烦 这一场比赛中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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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场比� 前已经被基于那样的一个预判 是 那这场比赛 加尔吉诺拿到了 拿下来一场比赛 上级的击腰带 问题是这个击腰带够不够长 可不可以拿到他的腰间 这是我们一直下来要看的一个看点 确实他的整个的这个块头太大了 刚才那一拳敌得很重 第二拳的确是在出去之前 这个手机是在出围城之前 已经击到了多内级 没错 这样的一场比赛 加尔吉诺 代表苏里拿拿下了 WF周际进行腰带 100公斤以上级的这个腰带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 蓝方胜 有请武林峰创始人 中国竞技武术倡导者吴立新先生 为获胜方颁发WLF周济新腰带 再一次祝贺 感谢颁奖嘉宾 稍后登场的是 68公斤级杨卓 杨卓对合计光春 武林峰精彩继续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现在我们今天呈现的是一场 68公斤级的比赛 即将出场的这位蓝方选手 应该说也是大有来头 今年19岁 身高1米77 战绩四胜一负 K170公斤级普及赛的冠军 有着一击必杀的绰号 比赛中最擅长绝境反击 我们有请来自日本的和气光春 光春的红方选手 以老蜡著称战绩显赫 今年27岁 身高1米74 来自郑州顺远搏击俱乐部 WLF67公斤级世界金腰带得主 WLF67公斤级世界功夫王者 当前战绩22胜12负 有请来自中国的武林峰双冠王 炸药杨卓 WLF67公斤级世界金腰带得主 我给你赛的杀 杨卓 亚上裁判马涛 比赛现在开始 这场比赛是一场中日对抗赛 这场也是一场中后戏了 杨卓目前WLF的双冠王 打法以老蜡著称 而且是一直以来非常擅长打节奏控制和距离把控的一位选手 他的对手和气光春被称之为一击必杀 这位选手的重击能力非常的好 而且在这个实际把控中打法比较硬 但是在这个中日对抗赛当中摩沙露呢也是亲自来到现场 但是呢这个虽然他来到现场也没有给 KRAW团队带来这个很好的这个 实际的提振上一次是惨败 也正是因为上一次的失败导致了我们现在本次比赛的促成 5秒了 5秒了 没有 马达老师重新看了一下对方的眼神 发现没有问题 是 这就是场上惊艳的一个把控问题 对 挑戏 后手拳 连续打击 杨卓想把这个机会 打鼓 要直接就直接终结对手们 这一轮的进攻以这个顶锡为结束 是 刚才杨卓的这一轮进攻还是很有质量的 对 杨卓现在还是在找机会 走走走 1070G telling dough telling dough telling dough 这个 这个舍身计 双跳没有成功 telling doug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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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则杨卓的这个移动一直在保持 这也是对方很难进攻他的一个原因 确实从比赛开始杨卓一直是在外围的这个来绕 在找时机 这个有挂到当了 在我们的比赛规则里如果选手被踢到了当部 会有最多五分钟的时间休息 当然这个前前提是这个无意的 对 杨卓就很少去浪费自己的体能 特别在近战的时候我们看 基本上是我只要打到这一下以后 我就不再会跟你继续进行角力或者缠斗 是 杨卓也是一个在这个场上 是一个场上智商非常高的人 是的 而且场下也是一个情商很高的人 没错 好第一回合结束 这种高质量的对攻我们还是非常喜欢看到的 打法很清晰 是 每一次的进攻也都非常的明晰 第一回合杨卓表现得不错 对方其实表现得也不错 不过杨卓刚才在绳脚边上那一轮输出呢 可能会给自己带来不错的分数 杨卓的连续的进攻 杨卓的连续的进攻 杨卓 第二回合开始 你看这场比赛杨卓擅长的距离是中近和中距离 是 杨卓又提到了 我们看一龙的表情 大写的心疼 没错 这个有切肤之痛的感觉 有切身体验的一位选手 都能理解 杨卓会尽量把比赛的节奏控制在中距离 都是挂在这个脸侧的 对 杨卓的这个整个的步伐呀 这个动作还是很有迷惑性的 是的 杨卓的连接 对方打破 两个人片就是电话轻战术内围 合体光程刚才也是顶住了杨卓 然后呢这个找到空隙来打破还是有效的 杨卓是中国的这个自由搏击选手里边 姚碧做的比较好的选手代表 上身的这个姚碧加上自己整个腰力的发挥 让他的这个拳法又增加了自己的力量 又增加了隐蔽性 杨卓也是我们的双冠王啊 WF67公斤及世界级金腰带 WF67公斤世界功夫王者 没错 这个很多练过拳击的观众朋友都会有一个涉猎 就是与其我去阻挡对方的拳法 不如我用姚碧躲开这个时候 我还可以用手去打你 而不用去战手 是 这样的话呢 其实是一个一举两得的这个方式 是 但是这个说起来容易啊 做起来难的 这个上升到基础层面就是 你需要了解对方的行为模式 这个就非常麻烦了 对 对方的这个刚才右手拳集中了杨卓 杨卓把整个的报价抱回来了 顶线 杨卓手套挡住了 上钩 推开 杨卓把手回到下巴的时候就是 预判对方不会出腿这样的一个进攻 而且自己要打近距离的时候 是 所以说呢这个每个选手呢 有时候有自己的这个习惯性的这个动作 是 我们熟悉了之后呢 就能够这个把控 就像这个大家熟悉这个 赌神啊 这个当中有一个细节 这个周润发有一个转戒指的小细节 杨卓击倒了 击倒了 但是这个比赛的时间马上就到了 对 所以杨卓这个时候 给了对方一次强制性读八秒的时间 对方会被扣分 对 但是在同一回合 哦 必须要有三次读秒才能被终结比赛 是 刚才的这个连续的击打读秒的 就是杨卓把对方顶在角落里进行近战输出 左右的防守呢 是我们可能学习搏击学到第一个防御方式 是 传说中的暴头 对 很难 刚才左手上高 右一次 直接左手上高 右手打到 最后右手的平高终结 是 左手平高 下面还掏了一下 还还有一拳 等于说是一个连续的第一家 很野逼 没错 现在一击必杀的和气光春已经有一个被强制赌秒了嗯 现在一击必杀的和气光春已经有一个被强制赌秒了嗯 那么他需要发挥自己一击必杀的能力啊 是 目前他的战绩呢是四胜一负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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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手平高 右手上高 连续打击开始进入内围 走 加油 加油 对方扫梯想把达摩托打开 杨卓现在非常希望选择这种中进距离 啊往后退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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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方的一个平高拳击中了杨卓 但是蹭到了脸上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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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卓表现的还是非常自信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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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场比赛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日本选手的这种精神啊 是 可以说面对一般面对双冠王的时候都会啊漂亮二踢 好 双飞踢 就是很多日本选手都给我们留下的这种印象 哎 认劲十足啊 精神力坚毅的程度很好 是 连续的上钩 上钩 踢一下腿向破一下平衡 中断 杨卓在找机会 后手拳 哎呦我的印象中杨卓不是反架为什么刚才出现了右手在前的情况 哦 又换回来换回来了 换回来了 啊 这个手如果拿得离下巴过近的情况下呢会很难防御对方的腿法进攻 是 中断 我们看应该是合体光砖啊这个整个一方面承受着杨卓的这个 击打另一方面的体能也有很大的下降 对被杨卓击打了不少次 是 哦 达福 达福 两个人的对攻都很扎实啊 整个漂亮 包手拳 中断对攻 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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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没问题的 因为有一个强制性的独八秒 在分数上会有一个优势 应该说看合体光春的抗击打能力 也是很强的 连续受到杨卓的重击 是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 一号裁判 二号裁判 30比26 三号裁判 30比26 比赛结果 红放射 人空了 五松一龙 死神方便 世界排名第一 靠菲尔泰克斯 K1总冠军恩利克科尔 中国勇士谢雷 松维强 金英 泰拳四大天王鲨鱼狼 日本王者九宝优太 武林峰全球功夫盛典 星耀天下 武动中华 1月14日 19点35分 世界搏击殿堂 中美巅峰对决 武林峰决战拉斯维加斯第八季 兄弟同心 勤力断金 香港功夫兄弟 强强联合 携手出战 老老母孙维强 新人王王鹏飞 构筑英雄联盟 一支特殊的中国战队 一场尊严与荣誉的浴血之战 2017年元月7号 美国局阵拉斯维加斯 震撼上演 明镜与戏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